亲爱的弟兄 我是志成 在这集理议中 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六章的第七节 幻象的总结 接着从第六段来看 他说圣灵针对小我神之不清的救恩观念 温柔地赐下了神圣的一刻 我们先前说过 圣灵不能不透过比较来施教 借用反面教材来衬托真理 那么这边所说的比较呢 他特别把他刮号起来 也就是说 他并不是为小我的特殊性的目的去服务的 那这个比较指的是说 你把圣灵的思想体系 跟小我的思想体系并排放在一起 然后去看清楚他们之间怎么样的不同 包括他们会引致怎么样的一个目的地 你都要去把它给彻底的弄清楚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奇迹课程里面 他非常着重在教学的一个要点 那虽然说比较好像是二元世界的东西 但是在学习的阶段里面 你没有透过这种二元的比较呢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 圣灵到底在说些什么 然后包括你为什么要选择圣灵 好那他说呢 小我坚信我有为过去平凡 你才算是得救 这个是小我的救赎计划 就是去报复过去 那神圣灵可是正好相反的 他只教你明白过去已经过去了 就是过去是幻想 然后他是不存在 那放下这个之后呢 他说报复或者是平凡的趋力 才会随之而去 因为你去报复 不管是报复前或者报复后呢 其实内在都是有追究的 不会真的平安的 好那下面第七段呢 中间开始第四句他说 尚未放下的幻想 虽然不死会削弱你对他的体验 使那经厌经历难以长存于心 然而神圣一刻是永恒的 你那些时空幻想阻挡不了 超时空真相的出现 就是阻挡不了上主的出现 虽然说因为我们现在 怨心还没有达到 真的百分之百的那种大怨心嘛 所以偶尔我们还是会 或者说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还是会跟小我勾搭在一起 那所以会有很多时候 你会觉得虽然说学了宽数 可是好像还是很多时候没有平安 但是那没有关系 那个我们已经在路程上了 那么总之 小我是不可能真的阻挡上主出现 我想这是他这个后半节要强调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下面说第八段 凡是上主要给你的都已经真正给了你 而且你也已经收到了 那上主给了我们的是 其实就是灵性嘛 包括灵性所具有的特质 真正的平安 喜乐还有真正的爱 这些都是无条件的 那么他说已经给了我们 因为上主创造了我们 然后在创造之初 都已经给了我们 我们的本质原本就是圆满的 原本就是纯洁无罪的 他说呢 你如果收不到上主的礼物 那些礼物就形同虚设了 你接收成了他的给予 你会收到的 因为你乃是出自他的旨意 不管是你 你的灵性 或者说这些礼物 其实都是出自上主的旨意 那么当然人间 就在这个世界 不可能有一个 比上主更大的力量 可以去违反他的旨意 所以这些东西 上主的礼物 一直都与你同在 只看你认不认得出来而已 好那下面第七句呢 他说上主 接着神圣一课来提醒你 圣子永远也不可能 失落自己受到之初的 那个真相 那这个神圣一课呢 当然就是指 宽恕之后 你所体验到的 那个体验 他把它叫做神圣一课 那么宽恕 或者神圣一课 或者说奇迹 他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你人是上主 所创造的那个你 好那下面第九端呢 第四句开始 他说上主不会跟任何人过不去 他不会像是圣经里面的 那个叶和华 一下子要去惩罚这个人 一下子又忌妒起他的神 一下子又要去做什么 他不会有这些想法 在他里面 他说因为他丝毫不受幻象的影响 丝毫不受小我的影响 那他说呢 宽恕你在弟兄身上 看见的一切幻象吧 将他们由那些幻象的 置过之中释放出来 如此你才会逐渐明白 自己也被宽恕了 就是说你自己 其实也被释放了 因为心灵是一体的 所以你宽恕你的弟兄 就等于宽恕了自己 那就等于是释放了他 也释放了你自己 所以在每一回的宽恕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记住 要去意识到 心灵是一体的 我们这个宽恕是为了一体心灵 不是为了某个个人而已 好 那下面第十段的第三句开始 他说 当你邀请救赎进入你的心灵时 切记要与上主结盟 而非与小我结盟 那这个是我要留给你的 一个沉淀跟思考 因为读完这节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就是小我也有他自己的一套救赎计划 好 那我们知道 圣灵的救赎计划是透过宽恕 然后他要带我们回归到上主里面 这才完成了救赎 但是你发现 小我也有一套的救赎计划 那么依据你的观察跟觉察 小我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呢 他说他可以怎么样的来拯救我们呢 他的救赎计划是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好 那下面的第十一端开始 他说只要你肯在神圣一刻下功夫 一定会找到圣灵给你的讯息 所有的幻象也会在那一刻得到宽恕 那因为圣灵就在你的里面 所以 暗时说吧 你不可能接收不到圣灵的讯息 只是看你愿不愿意接收 有没有把心打开这样子而已 那么包括奇迹根这整本书 也都是圣灵的讯息 那之所以我们会能够找到他 会跟他相遇 而且相遇之后呢 你还会认认真真的读进去 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可能不会听到我的读音吧 那表示我们内在有一个部分 是向着他打开的 那么他说呢 奇迹的祝福方能从那一刻推恩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一切的问题不论表面的大小难易都会迎刃而解 那么可以说这个奇迹的眼光就是要 让你去看出说 宽恕没有难易之分 奇迹没有难易之分 问题没有难易大小之分 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 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同一个 都是回归到你认同的小我 你认同的小我的思维 最后面第十二段是一段很不错的导词 那么也结束了我们的第十六章 十六章其实探索了很多东西 包括这个十六之一 有讲到这个同理心 然后这个十六之四跟十六之五 是让我们很印象深刻的 讲到这个人际关系 特别是特殊关系 是怎么样在运作的 好那第十二段呢 他说天父宽恕我们的幻象吧 帮助我们接受自己与你的真实关系 这关系内不夹杂一丝幻象 幻象也永远无法侵入这一关系 我们的神圣性就是你的神圣性 你的神圣性既然圆满无缺 我们里面还有什么需要宽恕的 一望之梦不过表示 我们还不愿意意起你的宽恕和你的爱而已 愿我们不再陷入这种诱惑了 因你无意试探自己的圣子 愿我们只接受你的礼物 也只让你的创造与你的所爱 进入我们的心灵 阿们 好 那最后我要广告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微信迁调的直播间里面 我们有开了一个新的系列课 是图解奇迹课程的系列课 那你只要进去 应该就会看到 它会在最上面 那我们是利用一张图 还有六套动态投影片 也就是你 可能在我的公众号 或者教学网站所看过的 那个一张图 搞定奇迹课程的 那个系列的投影片 我把它做成是一个 微型的工作方 所以总共会有六次上课 每一次上课 大概是半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会着重来跟你讲解 投影片里面所展示的各个主题 包括事成分裂、宽数、潜意识、印语果、特殊之爱 这些 那我不只会讲投影片的东西 还会提醒你看一些 如果没有讲解你会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还会举一些 比较贴近于生活的例子 那么如果你觉得说 你很希望可以把整本奇迹课程统合起来 然后觉得好像听我们讲这个课文的话 还不是很有一个统合的概念 整合的概念的话 那么很欢迎你可以来上我们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这个为了推广的缘故 并没有设得很昂贵 那么而且它还可以拼课 如果三个人拼课成功的话 可以享有半价以下的优惠 那么就欢迎你一起来参与 那么在这个课上还可以发言讨论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16章第7节 我们也把这个正文的第16章读完了 接着我们会进入它的第17章